book id 我把它做出來 結果的話長得就像這樣 這麼一串 不過呢你剛開始看到這一串 你可能會覺得很恐怖 但是其實你可以把它切開來 切成怎麼樣呢 切成四個部分 其實一個一個各個擊破之後呢 我想應該就簡單的 所以一個題目呢 你可以把它拆成四個等份 慢慢的就可以完成了 那這個在工作裡面遇到的機會 其實還蠻大的 如果說你會做 馬上可以做出結果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book list 接下來name的部分 就是說你要去查 那查什麼呢 根據什麼去查 這裡的話呢 題目裡面我看一下 題目裡面有一些敘述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話 他說第一個 他name的部分必須依去什麼 book id 去查到那個first name 跟他的 surname 中間的話呢 要一個空白 所以你必須什麼 假如一般的傳統做法是 這個地方 可能要把這個Ctrl C 那怎麼找 再取消一下 到前面的book id裡面 找什麼 找book id Ctrl F Ctrl F 就尋找了 或者你從那個什麼 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尋找 這邊有一個尋找 尋找裡面的話 記得把它搜尋的是搜尋內容 然後搜尋這一欄 按尋找下一個 你會發現 他找到了 找到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要做什麼 把這個對應到的 同一列的那個 他的first name 就是這個 跟什麼 subname 這兩個 把這個把它帶過來 然後呢在中間加個空白 可是問題 你如果以前的做法是用尋找 可是變成你要怎麼 一個尋找 找到之後 還要再往這邊推 再把這個複製過去 把這個複製 那不是很沒效率嗎 所以最快的方法 大概怎麼樣 可以利用V盤數來做搜尋 那個V盤數在做之前 你要先知道 對應的表格 你可以從資料 更正一下 從公式裡面 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一個是 booking的總表 其實booking的總表 就是這一個 就是booking 然後呢 點擊它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總表 那我將來可以 查的話 一定是查這一欄 第一欄 然後我要帶回去的話 假設我今天要是 那個first name 那你就要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個是第八 中間空一格 然後第九 那如何把它查到之後 再把它帶過來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郵票放name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最近使用過的 因為V盤數剛剛用過 那查什麼 查它的編號 然後table的話 記得按F3 那總表就booking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我要什麼東西呢 我要它的第八欄 比對方是要 完全一樣的 好找到它的什麼 first name 按確定 那找到first name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end 好 end什麼呢 end一個空白 然後呢 因為題目要有空白 end 再把它貼上 把剛剛V盤數這一串貼上 改成什麼 有沒有剛剛不是first name 是第八欄 那我要再把後面再加一個 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 surname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第九欄 OK好按打勾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第八欄跟第九欄 剛好就是我們要的 點兩下 全部做完了 所以它的名字 全部就帶過 但如果你不會這樣做的話 那你麻煩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room number room number是指的是什麼 它在你住幾號房 那我怎麼知道它住幾號房呢 可以從哪邊查到 其實一樣可以從booking裡面的 第六欄裡面 它有room number對不對 所以呢 那但是格式要長什麼樣子呢 題目裡面要的是 room number 它長得要希望 就是一個room number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它裡面有沒有這邊 去搜尋就可以 所以其實很簡單 它在第六欄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的公式 有沒有 直接複製一下 有沒有 複製按取消 把它貼上 那它要的是第六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第六欄 比較好 它一樣查到那個 一樣的ID 然後呢去把 它的room number 帶過來 有沒有抓過來 住幾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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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住幾天 是住幾晚 可能你是住三天 但是是兩夜 兩夜 所以不用加一 剛剛是要加一 可是現在不用那 那怎麼做 其實一樣 從booking裡面 check in -check out 不就好了 這一天 -這一天 那只要查到它的ID 就可以把這個 跟這個 這個是第四欄 這個是第五欄 所以把第五欄 減掉 第四欄 回來 因為一減就是一個數字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 這邊等於一樣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但是呢 是把它改成第五欄 第五欄 減掉 減掉 減一個減 然後 再把前面的公式複製一下 它會抓到是那個 check out的日期 減掉 check in 那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第四 一減之後呢 就是幾天了 有沒有三天 所以這個人住了三天 往下填滿 馬上就做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懂得用view函數 哇太奇妙了 一下子全部都幫你查完 所以view函數非常重要 那price是什麼 它的價錢 所謂的價錢就是 這一個房間 在這個飯店裡面 這個房間 在什麼飯店 在G1這個飯店 G1是縮寫 所以喔 裡面多少錢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可以切到那個hotel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一個那個名稱管理員吧 這邊應該有個叫做looking price 的一個對照表 這個looking price已經幫我們建立好 指的是 房間的那個飯店的縮寫 加上哪一個房間 多少錢 那你可以找到looking price 點下面一下 它會告訴你有沒有 它的縮寫加上房號多少錢 那所以我可以什麼 第一個 先把那個縮寫 dash 房號 先做出來 再把這個東西拿去查 查什麼 查looking price 我就可以查到它的價錢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第一個 我先把它的縮寫 等於什麼 這個的縮寫 這個縮寫怎麼表示 就是點它一下 前面加一個laps 我要前面的幾個字 所以你打一個laps 前面的 瓜糊 A2對不對 或者你打一個laps 瓜糊 A2 然後呢 兩個字 夠點 2 這樣子的話就是表示什麼 我要的是這一個編號裡面的前面兩個字 然後and 一個minus符號 然後and 它的root number 好 打夠一下 看一下 沒錯 g1-372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到這邊的話可以往下找 有沒有g1-372 應該是有了 反正就在這個清單裡面 g1-372 38 對不對 那所以 當然不過前提是你不是說在這邊打38 而是怎麼樣 把這個剪下來 再查錄一下 函數 用v2函數 把剛剛的東西貼到lookup value 指的是要查什麼 查這個東西 在哪裡呢 F3 查在looking price裡面 這個對照表裡面 的第二欄 第二欄指的是它的價錢 幫我帶回來 那比對方子一樣是完全比對 輸入一個0 38 有沒有 就出來了 所以你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道理吧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事情 你做事情會非常愉快的 工作 是一種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像我現在工作 我覺得蠻愉快的 上課其實是一種很愉快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不只是你們在上課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把這東西放在youtube上面 感覺好像 你可以把教室無窮擴大了 把講台也擴大了 這感覺還蠻好的 而且學習者 可以不一定說 是在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時間可以學習 我想這也是未來的趨勢 應該算是一種行動學習吧 或者叫雲端學習 這概念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做出來按確定 我們的price就出來了 好那amount就是它總共多少錢 信用卡要刷卡 就等於什麼 等於它住幾晚 乘上一個這個 一個米字 應該知道這個乘 乘上什麼price 這個乘這個 打勾一下 這個它的全部要刷多少錢 一清二楚 有沒有 所以好 如果你今天是經營飯店業 如果你遇到一個是像這樣的高手 你處理事情就非常easy的 管他來多少客人 只差沒有客人而已 就怕說那個 那資料不怕多 所以處理起來就非常愉快 OK好 所以總共的話 我們從前面到後面 基本上大概是 那最後的完成的畫面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 基本上應該都一樣 我也把那個最後的截圖把它截下來 這個 不過這個好像有點不一樣 9 這邊網友減1 是不是 有減 為什麼減1 減1 減下來是不是 會多一天嗎 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題目裡面是不是有特別強調 要減1天 他這邊是說耐 直接減就好 不用再 所以應該這個有問題 所以你們等一下參考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不用減1 所以其實只要什麼 只要幾天 就兩個相減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再看一下 就是把那個第5 減到第6就可以了 這可能要參考一下 那另外的話 就是這個price 還有最後相成的結果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